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经济 人民的生活还是蛮重要的 这个111是蛮大的一个销售节 没有想到这一次 这个单身购物节111 销售创下了这个近年来的新低 所以义乌看起来 应该要很热的时刻 这个时候还是冷清清的怎么回事 陈彦 其实现在整个清零政策 产生一个很麻烦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袁老师坐隔壁 我会注意他的马是什么颜色 万一他的马是变红色 我可能第一时间 不顾友情 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跳开 这时候不要再贪关系了 可是你已经在他旁边了 已经被抓到了 你跳开有用吗 就要想办法 所以我们看一下影片 这个是在上海 不是黎泰院 因为黎泰院事件发生以后 大家都很担心 这种公众事件再度发生 你看这个挤得很夸张 然后第一排倒了以后 第二排又挤上去 这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却想说 是不是上海又发生了 什么样的一个群聚 暴动还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就是一个公园在做安检 突然之间有人传出来 一句说红马 怕到 然后所有的人就冲 因为怕被封 就整个暴冲 整个暴冲 你看那个挤成这样子 还好后面的人 没有再冲上去 因为已经压 你看已经人压人了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说 第一个 精灵的这个政策 已经让我们生活 陷入一个这种极度不安心感 你一听到红马 就像早期我们在捷律 听到有人咳嗽 那个没位 本来没位置 就有一咳 都空出来 那种感觉是会让人的心情 高度处于一种紧张感 不只这样 你刚才讲到的 这个义乌 过去我们讲 全世界圣诞节的礼品 三分之二 来自于义乌 今年圣诞老公公 几乎都不用忙碌了 为什么 他一到义乌一看 一去看商场全部是空的 没订单 不是没有客人 是根本就空的 会不会是故意找这种 虚拟的来拍 那你如果说故意要拍 旁边有行人 然后整片这样拍过去 你说我抓一个角落 没有租出去的人来拍 但是如果 我看好几支影片的现场 都是直接整条这样扫过去 你看这个影片 他不是只拍一个角落 告诉你这里没人 我们现在讲的 不是没有人去采买 是连店家整个清空 到处都是垃圾 你看这个情况代表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发货 你清零 即便你下订单 你也没有办法发货 没办法发货的情况下 请问一下大家会等吗 不会等 既然这样就赔钱 可是一赔你生意要怎么做 而且这个今年圣诞节过 那接下来呢 我等明年 我在等明年吗 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怎么办 所以你看到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严重 而且这个整个景气 受到清零的影响 我们去看它的CPI 最明确 为什么 因为全球现在都陷入了 这个通膨的现象 景气不错 大家都持续着在消费 可是中国公布最新的CPI 是多少 2.1 我们觉得CPI还蛮低的 你没有通膨的问题 而且原本市场是预期2.4 对不对 那就表示说 你没有通膨问题 可是没有通膨的问题 是真的没有通膨问题 还是整体的消费力 完全没有办法推升通货膨胀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数字的背后 又看到了另外一个 食物的通膨高达7% 然后猪肉本来9月份一公斤 人民币是31块 然后到10月份才隔一个月 变45块 这个上涨的速度是超过50% 所以变成你会说 没有通膨 其实不是 因为没有办法消费 我根本没有那种遗忘 不敢花钱 我根本不敢 因为我对生活是很恐惧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会看到这样 但是你说 好 那我不消费 可是猪肉是生活必须 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猪肉的占比这么重要 我后来想一想 生煎包里面要猪肉 我煮面 哨子面里面也是要猪肉 我肉燥饭里面也要猪肉 我香肠里面要猪肉 排骨 什么东西都是猪肉围绕 所以其实每年少的是多少 300万吨的猪肉的供给 所以我们看到在湖南 它有一个养猪户 这不得了 我们现在讲人 就是要住高楼大厦 对不对 人一定要住 人要往上爬 结果一看 里面这个电梯打开 出来的是猪 人住的比猪还差 这个20栋楼的高楼大厦 里面有空调 有冷气 然后环境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舒服 给谁住 给猪猪 没有办法 26层楼高 对 全部住猪 因为猪的需求量太大了 只有往上盖 我垂直往上走 我才能24万瓶 24万瓶 一年可以生产120万头猪 而且我刚才讲 还是大量的缺少 猪肉的供应量 还是不够 所以猪肉的整个物价 才会攀升成这样 但你看它整个 一个圈养的方式 实际上 非常科学化在运作 也代表就是说 再还是一句话 就是现在看起来人是 生活是不如猪 但是我要讲这个 为什么 因为大家过去可能讲到说 你现在没得到 你去吃鸡了 可是养猪养到变首富 这个是这个秦英灵 他从小家境贫困 那怎么办 就想说那不然就养猪 跟爸爸借了800块 然后就买了20头小猪 就开始慢慢养 这样养 就这样养起来了 你到201年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数字 它已经有36万头了 好 结果到2013年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整个养猪的经验 跟这个产值 达到一个极致 三年的时间成长到 130万头 然后2014年 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养猪 那说起都 养到这个 因为他们比占55% 就我看了一下 股价不得了 从它上市到 2021年2月 这个是股价的最高峰 那时候将近90块钱 涨了多少倍 我算了一下是 这样子挂牌这样50倍 50倍 50倍 那如果我就看前五年就好 最近股价跌下来了 从现在往前看五年 股价也涨了三倍 它的身价1850亿 那个马云1800亿 英马云 不过现在养猪真的比这个 所以猪比马还厉害 对